为何妈妈会凸起 又有毛毛 我又没有 小朋友留意到自己和爸爸妈妈身体不同 就是一个好的时机教他们有关身体化育的知识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 爸爸妈妈身体不同 因为爸爸妈妈已经完成青春期化育的阶段 他们将来大概十岁都会开始成长期的变化 我们在青春期的阶段 男女生都会有很多生理和生理的转变 包括身体长高 女孩子的胸部会化育 亦都会出现月经的变化 男生方面会长出无数 出现喉鱼 亦都会有茫围的情况 而身体方面 一些部位例如翼下 阴部都会长出一些体毛 有些人士可能为胸部 手脚都会长出一些毛发 爸爸妈妈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 都可以特别提醒他们 虽然每个人都会经历青春期的成长 但每个人的成长步伐和速度都不同 最重要是认识青春期的变化 接纳自己的身体愉快地准备就可以了